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我們來講一下說這個哥布林據點3掛網的陣容吧 那我只能掛到一顆星喔 不過呢我之前掛都不是很穩 現在我換了一個方式 如果說你有強的角色的話呢應該會掛更穩 那如果是2-3過關的話呢可以參考我之前的影片 但是呢我用到的是沃雷蛇這隻角色 如果沒有沃雷蛇的話呢你可以用一些有這個範圍比較大的 然後呢可以上負面狀態的角色讓希格莉德一次色喔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說這個難度3喔 我用的隊伍呢是這個火毒隊 然後呢依舊是我們的老朋友火矮人 火矮人的話呢血量我已經撐到4萬 然後呢防禦不用那麼高 那火矮人的話呢血量蠻重要的 因為呢火矮人的血量呢跟他的護盾有關係 我們來看他的護盾呢護盾是10%最大生命值 然後重點是他受到傷害有50%機率會獲得護盾 持續5秒鐘 當然啊火矮人是最值得一開始死屍的那個卷軸啊把他技能升到滿 所以說呢第4集機率加25%呢就是75%的機會受到傷害 他就會開啟一個10%最大生命值的護盾 所以他的生命值越高呢他的護盾量就越足喔 好那另外其他角色的話呢沒什麼特別盡量撐高攻擊力齁就是全力撐高攻擊力 那這個愛里齁藍色的角色也是一樣齁盡量撐高攻擊力 還有我們的主角齁這個暴擊然後再加上這個攻擊力2900了 呃這個愛莉奇齁這個暴擊也是撐高了 還有攻擊力也是撐到2800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齁那戰鬥的話光環是使用這個愛里的光環提升18%攻擊 好那戰鬥有什麼特別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這個自動戰鬥的部分胡矮人不開大招 為什麼胡矮人不開大招呢 因為我發現齁我之前呢打起來不大穩的原因就是因為說有些場戰鬥 不知道為什麼後面的人會跑到前面去齁 然後那個隊型會有點亂掉 因為我們希望說這個坦克在前面 然後呢敵人都集中在這個地方 這樣子呢敵人就不會亂跑齁你看他都集中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有一些強力的角色範圍的角色的話呢 那就可以一網打盡 那可是我發現說我之前掛網的時候呢 總是覺得是說好像好像這個敵人啊 有的時候跑到左邊來然後我方我方左邊跟右邊或是在後面的人 他就會跑到前面去 所以就是抓不準 後來我發現說齁當這個坦克在前面的這隻角色 他開大招的時候呢他會有個停頓的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齁 有沒有 胡矮人如果是胡矮人的話你看 他不會動你看我的主角跑到前面去了 齁這樣隊伍就亂掉了 有沒有 所以呢 我的這個胡矮人呢 他就不開大招 當然他不開大招的話呢 你就會變得是沒有那個大招的那個 保護 所以剛剛有提到 因為不開大招的話呢 我們的坦克就要 防禦力要高一點 那矮人的話呢 防禦力是不用擔心的 主要是血量撐高 他自己就會 因為那個被動技能呢 把自己的那個護盾給上上去了 好所以說你看齁 當胡矮人不開大招的時候呢 這個對方的隊伍啊 就會比較穩定一點齁全部都去打這個胡矮人 然後後面的人呢也不會隨便亂衝喔 好的這個樣子呢像我們的主角 大招呢一次打五隻 哎呀舒服啊 艾莉也是一樣齁 剛剛那個隊伍還是跑掉一點點但是沒關係喔 只要可以過關就好了 勉強過關但是 至少齁穩定很多了 好這樣過關了 雖然是只有一顆星而已 好那有了這樣概念之後呢 如果說你換上一些比較強烈的角色 再加上說這個 前排坦克不開大的這個特性 那就可以把敵人壓縮在 固定的位置 然後再使用範圍機一口氣收拾 相信就可以打得比較快喔 好啦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那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